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广宁一战 明军被打得丢魁其家 只能退守关内等待机会 此时只有袁崇焕一人一马悍然出关 一路继下山川河流的分部走向 并将所有地势的防御要点一一铭记于心 回到京城以后 袁崇焕对莫不吭声的满朝文武豪言道 给我足够的人手和良想 我一个人就能带兵将后金拒于山海关外 要知道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着多势之囚 除了盘踞在北方的后金之外 尚有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 哪个将领敢站出来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袁崇焕的大意凛然 让朝廷百官为之一阵 朱游孝大喜之下当即任命袁崇焕为监事 让他坐镇关外 终于有人站出来玩大鲨于江青了 朱游孝不惜从库府拿出全部家底 二十万两黄金交托于袁崇焕 让他用这笔钱招兵买马 足见一支钢铁之石 临走之前 袁崇焕来到熊府 探望了因战败而遭到追遣的将军熊廷弼 原本二人并无交集 但因为熊廷弼有丰富的关外作战经验 所以袁崇焕觉得自己有必要请教这位老前辈 二人促膝常谈 是相见很晚 聊了整整是一天一夜 熊廷弼做梦都没有想到 如今还有一位将军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战略目光 对自己先守后战的战略方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正所谓画逢知己千杯少 如今老袁即将上战场 二人自不能喝个烂醉 但畅谈一夜是必须的 熊廷弼知无不言 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作战经验倾囊相受 恨不得袁崇焕能汲取自己所有的经验教训 为了让老袁能更快的领悟 熊廷弼甚至将每次与后金的战役都绘制成了阵图 千里迢迢奔赴山海关后 袁崇焕与哈拉绅召集人马 驻扎在距山海关约20公里的中佐索 打算在这里规划攻略后金的作战方针 在与孙成宗进行了一番探讨后 袁崇焕决定将宁远城这一战略要地翻修一番 重新打造这里的防御攻势 经袁崇焕部的这个将士的一番努力 这个原本不起眼的边防小城 在短短的时间内脱胎换骨 成为坚不可摧的关外重镇 其中的防守设施是极其完善 袁崇焕有信心将所有来犯的满人全部拒之门外 之所以翻修宁远城 袁崇焕还有另一番打算 从与熊廷碧商讨的对策中来看 后金的进攻欲望是非常强烈 若将山海关作为聚首的要塞 恐怕不妥 所以袁崇焕必须在山海关附近修建另一处关爱 给自己留下充足的退路 延长战线 果然不出袁崇焕所料 后金的进攻欲望极其强烈 公元1626年初 努尔哈赤带着6万名八旗精锐浩浩荡荡地杀向了宁远城 这座城池位于辽西走廊中断 东距沈阳600里 西距山海关200里 一侧是巍峨的高山 一侧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真可谓是通向山海关的恶药之敌 古人打仗有个毛病 那就是喜欢夸大己方的兵力 虽然努尔哈赤仅带了6万名精兵 但他还是号称己方有20万人马 意在给袁崇焕一个下马威 努尔哈赤的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招降袁崇焕 兵不血刃的拿下宁远城 看着夸夸其谈的后金使者 袁崇焕一阵大笑 20万大军在我看来并没那么多 根据我的调查 你们最多也就13万人马 我大明将士根本不畏惧虎狼 尽管来吧 随即袁崇焕立即命令祖大寿等人 调集所有人手准备大一场防御战 为了让守城的士兵同仇敌忾 唤醒他们的血性 袁崇焕写了一封血书 并亲至牛九 鼓舞麾下士兵 明军在此前与后金的战争中吃了不少亏 想到耀武扬威的蛮夷正在城下胡适淡淡 每个人都踊跃笑死 发誓与后金不死不休 就这样 在袁崇焕的部署下 明军将士撤离了城中的所有百姓 兼壁青野 在城墙上布置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多座红衣大炮 在这里必须要申明的是 当时留守在宁远城中的明军仅有区区两万人 见无法招降这位硬骨头的明朝将军 努尔哈赤气急败坏 立即命令全军发动攻击 在一声号角过后 辫子兵喊杀着从远处袭来 之间的地平线上是黑压压一片 先是后金人的战车 随后是弓箭手骑兵 最后是严阵一带的步兵 袁崇焕幻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下刀 他泰然自若的命令活炮手装添弹药 随后一声令下 石门大炮是齐发 震耳欲聋的炮响过后 后金的兵阵泛起滚滚浓烟 后金引以为傲的战车和步兵方阵 在轻刻间土崩瓦解 只见着血雾横飞 无数的后金辫子兵死于火炮 就算这样 作为侵略者的后金兵 仍不顾生死的冲向城墙 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城下 用尽一切力量是挖掘墙壳 想要挖出一条通道是入城截掠 所幸当时正值熟久寒天 所以宁远城的砖石异常坚固 饶是辫子兵玩命的挖掘 却无法挖开半米城墙 辫子兵人多势众 红衣大炮只能打击到远处的步兵 却奈何不了已冲到城下的辫子兵 为了对付这些已冲到城墙 脚下的这些后金士兵 袁冲焕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让士兵们从老百姓家中取来被褥 然后将这火药装填到被褥中 直接丢进城下 辫子兵见着天上飘下若干被褥 不明觉厉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 突然城墙上的守军对着被褥就是一轮火箭 顷刻间便点燃了这些塞满火药的棉被 大火迅速蔓延到城墙脚下 烧死了数不尽的后金士兵 不得已之下 诺尔哈赤只能下令暂时撤退 从远处观望城内的情况 谁知 辫子兵在撤出了城墙后 立即进入了红衣大炮的覆盖范围内 随着袁冲焕一声令下 一颗颗炮弹 砸进了人群中 呼号声不绝于耳 无奈之下 诺尔哈赤只能将军队撤到红衣大炮的射程之外 重新制定战术 就这样 诺尔哈赤的进攻总共持续了两天的时间 在此期间 明军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先后多次瓦解了辫子兵的攻势 因为城楼上的红衣大炮威力可步 所以 努尔哈赤根本想不到破城之法 让努尔哈赤感到庆幸的是 绝华岛上传来了捷报 总算是让他扳回了一丁点的面子 不至于惨败 努尔哈赤为了打压城内守军的士气 当即下令将华爵岛上所有的军民全部杀死 既然攻陷不了城池 除了撤退之外 别无他途 努尔哈赤在临走之前 站在阵前最后看了看 难攻不落的宁远城一眼 结果 袁成焕找来了一名神射手 在城墙上发动了又一轮炮击 随着一声震天裂地的炮响 一枚弹丸在努尔哈赤的附近炸响 几枚铁弹穿破了努尔哈赤的盔甲 射入了他的身体 虽然并不是致命伤 但努尔哈赤仍被透铁而过的弹丸打的是吐血 随着努尔哈赤陷入昏迷 辫子兵只能撤离宁远 见这次的炮击取得了成效 袁成焕二话不说 立即派人开诚追击 在祖大寿等人的率领下 一支骑兵尾随后金军紧咬不放 穷追猛打 将戴善所率领的军队打的是丢盔弃甲 在金鸡领下 明军的追击部队杀敌数千人 彻底击溃了努尔哈赤最后的尊严 负伤击重的努尔哈赤听闻噩耗后 当即吐血三生 病情愈发严重 饶是他在病榻上休养了半年多的时间 每天高丽参就像是吃饭一样 不断的往嘴里送 可还是改变不了一命呜呼的结局 当然 清朝的史官根本不会将这件事说的太明白 所有关于努尔哈赤之死的细节都被掩盖了起来 但是努尔哈赤的死因大多心知肚明 就是因为在宁远一战中被火炮打得居发于倍 因调养不当而死 换句话说 努尔哈赤被原虫换的大炮炸死也不为过 胜利的喜讯迅速传到朝廷 朝野上下是一片哗然 跟辫子兵打了八年 明军终于获得了首胜 这不是齐功让袁崇焕顺理成章的 被提拔为辽东巡抚 他麾下的将士们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封赏 但其中最为讽刺的是 最终朝廷认定这场战争功劳最大的是 后方坐镇的魏忠贤大人 这一切都是厂臣九千岁 运筹帷幄的结果 连他的一众子孙都得到了封赏 至于始终躲在山海关中 归缩不敢出战的燕党高地 只是被免职了事 这场战争之后 明军变更了对满作战的战略思想 兼壁青野红衣大炮 对此朱游孝还特地下旨封这些 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红衣大炮 为安国全军平辽敬奴大将军 显然此举比秦皇早年 封碧羽的几棵树为五大夫 靠谱的多 毕竟这些大炮的确 为明朝的国土安全立下了功劳 宁远之战预示着大明朝 与后金之间的战略形势 不再是单纯的一边倒 而是有来有回的对峙 然而谁都没想到最终这份平衡 被明廷亲手打破 以至于葬送了万里河山 这却是后话了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齐齐都精彩